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太陽城集團創辦人周卓華的案件,政府方面有繼續審。 涉及骨幹成員第9被告張玲玲已經在內地判囚7年沒有出庭受審。 兩名周卓華私人助理代辭多間內地公司,今日出庭指張玲玲指示他們代辭,不清楚有關公司業務內容。 其中一個人回答控方時否認是因為代辭公司而獲得高薪,就被控方質疑他的說法。 在內地因涉及周卓華指示成立內地公司收受跨境賭款的張玲玲,已經被溫州法院判監7年。 張玲玲在案裏被控她擔任太陽城資產部主管負責領導不法集團在內地開設的深圳會營和旗下眾多代辭公司, 為這個集團收回因為賭底面而產生的不正當利益。 而周卓華的兩名私人助理陳錦璋和閃建成代辭多間內地公司, 而在昨日亦已是先後出庭作供,就說自己是受到張玲玲要求簽名成為多間公司的持有人實際就無出錢, 亦都不知代辭公司的業務內容被問到,內地的簽名是否要跟周卓華回報呢? 陳錦璋就說只是需要向閃建成交代,因為兩個人一齊做事, 周卓華就給好大的自由度到她, 閃建成就會向人事部請假亦都會告訴周卓華回內地簽文件, 閃建成就會認為是張玲玲找她代辭公司, 又說跟她做那麼多年事又穩定對方的聲稱, 內地同事去到工作崗位任職,她就可以工成身腿, 而陳錦璋就說工作內容主要就是幫周卓華打點家的事, 及照顧她飲食、照顧她上落班,還有陪她做運動, 閃建成亦都是負責周卓華的生活細節, 包括買早餐、裝修等事。 而主任檢察官黎宇豪就質疑, 這份這樣的工作竟然就可以月入3萬元, 問了先作證的陳錦璋, 是否因為代辭公司的緣故呢? 陳錦璋就說,去到2019年才收10萬一個月, 但僅僅幾個月就因為疫情收得過一半工資, 幫周卓華工作到現在12年, 早期月薪了兩三萬元, 而在大約2017-18年才加薪加到五萬元, 黎宇豪就反駁了, 就指出這個文件顯示證人就在這兩年開始代辭公司, 而這個薪金亦都是比第二被告, 司徒志豪高, 他肯定少過你了, 那你憑什麼收那麼多錢呢? 他說司徒你說你收多少錢, 而被告席的太陽城策劃部助理副總裁, 司徒志豪就回應了, 他說疫情之前就收緊4萬多, 疫情3萬多, 陳錦章表示, 每日由老闆開始做事到他睡覺, 朝早7點起床他起床, 凌晨3點睡就睡, 除非周卓華在外地, 如果不在澳門全年無憂, 他說疫情是直接翻足那麼多日, 周卓華代表律師梁漢文徐則問, 是否疫情2年半以來都無放過假, 為何可以這麼久沒有放假, 他說女婿對你好好嗎? 主審法官介入, 問得是否軟了少少, 而梁漢文就說, 這名證人也是一個行為證人, 不過法官就說不知勞工局會不會處理。 梁漢文繼續跟證人說, 太陽城的業務規模, 參與工益事業, 陳錦章就說不太了解公司規模, 就說凡是有災情, 周卓華都會自發性捐款, 他問周卓華是否一個好差的老闆呢? 他說否認了, 他說他好自由, 而周卓華亦都是關心員工, 他太太已經在太陽城打工15年, 法庭亦都是聽取了太陽城匯率諮詢部的兩名員工, 還有太陽城系統供應部, 電腦維修人員的證言。 今次這個案件的資訊, 好像就沒有太大新的進展, 就只是問他是不是代辭公司收人工, 那個進展性都不大, 不過原來做私人助理, 人工是可以去到10萬元那麽高的, 不過這些助理人工高, 有某部份人工其實是包含你的掩口費的, 因為你要知道你可以做這些大老闆的貼身助理, 照顧他日常喜居飲食, 其實你在他身邊是會聽到很多商業機密的, 那你這個人工理論上來講是會包含要你掩住你的口, 不要亂講話的, 那當然這些個人看法, 可能真是好像檢察官那麽講的, 是有代辭公司啦, 因爲代辭公司就變了, 公司那裏每個月就給多少少錢, 他就加上去到10萬元咯, 那當然, 還要看回那個案情是怎麽進展的, 那今集同大家看到這裏先, 大家有什麽想講呢? 下面留言啦, 那我們下集再見啦, 拜拜!